Zither Harp Hot nose 大家好 皆さん 这个背景是不是非常的陌生 因为我刚回国 然后今天早上 七点半到了长沙 然后今天下午就在 给大家录双十一的开箱 所以现在都穿着睡衣 然后这些双十一的包裹 已经在家里堆了 一个多月了 所以我回国就赶快把它开箱 然后明天就可以穿着新衣服 出去玩了 那就开始吧 我最喜欢的一个选题 淘宝开箱 Look it 第一个包裹就是一个 内增膏 其实我本意不是要买它的 是双十一当时不是有满200件 20之类的那种活动 为了凑一个200来减着20 我就买了从一个内增膏来凑搭 女人啊真是为了省钱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然后就是我双十一买的iPad 这iPad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义的 因为是我用自己赚的钱 买的第一样电子产品 我之前手机啊电脑都是 爸爸妈妈给我买的嘛 然后这个就是自己买的 当时打折只要2000多 我就买了一个玫瑰金的 2018款的iPad 然后我爸还给我买了一个 Apple Pencil 然后我爸还给我买了一个 新的手机 回国一套 收货太大了超开心 这个包裹更大应该是衣服了吧 这个是我买的两条打底裤浅擦色的 另外一个应该是深擦色的 对 就这种在冬天都很好搭配衣服 我可能是开箱的时候穿的最随意的薄服吧 这个是我很期待的一件蘑菇家的绒服 要摸上去还挺厚实的 当时蘑菇的那个微博的图我就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把他很早的加入购物车 唉 有新衣服穿了 开心 然后就是一个被我妈妈已经打开过的一个包裹 就这么大一个防尘 但我说天哪 我是买了什么新衣服吗 然后后来一看 是 是玛丽家的一件大衣 然后这个大衣当时是 我抢的第一批线货没有抢到 然后就 找人帮我抢的第二批线 他包装真的很好 但这样看好像有点色差 他其实是这种奶油绿的 在镜头里好像有一点偏灰色 这个 我看看 啊 这个是13C加的羽绒服 我之前就很不喜欢穿羽绒服 因为我觉得就不好看 而且有一点肿 我就喜欢穿大衣 然后在德国待过一个冬天之后 我就发现 嗯 好看什么的 就算了吧 而且其实认真挑也是有好看的羽绒服的 主要是德国冬天太冷了 我真的承受不来 这个就是一个短款的黑色的羽绒服 喂 妈妈 我 我在录视频 Hello 拜拜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 推我下楼 我说我在录视频 其实我妈还不知道 这个录视频到底是在干嘛 这我还没有跟她好好解释过 跟我妈解释一下 我到底在干嘛 会让我妈可能以为我在外面干什么 淫秽色情的事情 为什么总有人往家里寄包裹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熟悉的 安娜家的盒子 虽然她已经被压毙了 我好久没有买她家的衣服了 这个就是一个格纹的蓝色的大衣 但这个比较短 就可能就刚刚遮过屁股吧 这一个就是我在一家卖鞋的店里 买的一条围巾 我还挺喜欢的 而且好像也不贵50块钱吧 好像 就冬天很好搭配衣服 就是它跟那个 妈里家的绿色的大衣搭 大家也喜欢很好看 在此鸣谢帮我拿快递的 翔老师 我妈真的这段时间说 陈哈哈 你到底还有多少快递 这个也是蘑菇家的 是蘑菇家的一条毛线的连衣裙 这种咖啡色 然后它上面的领子 是微微有一点高领 我觉得很适合冬天 然后这种颜色也很适合肤色 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直筒的连衣裙 在底下配灰色呀 浅咖色呀 奶茶色的袜子 都很好看 去年就想穿这样子的裙子 但是德国冬天 用到德国这种时尚的荒漠 什么也没有 所以就还是回来买淘宝好了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 我看到它这个熟悉的包装 我就知道 它一定又是我最爱的 安娜阿姨家的衣服 就是一件这样的毛衣 我觉得冬天穿这种颜色的毛衣 就会感到很温暖的感觉 而且我最近也挺喜欢高领的 这个是阿希哥家的 我应该是买了两条够的 对 它分开两个包裹 这一条是灰色的 然后比较贴身的这种牛帅铺 哇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毛绒绒的 泰迪熊外套 这毛绒绒的超级可爱 最近今年不是很流行 这种外套吧 这种绒绒的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我穿起来会不会臃肿 就模特图什么的 超级好看 我觉得很可爱 这一个是 我买的一双靴子 就是那种袜靴 然后是成销铜款的 袜靴 然后它的根是那种金属的 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看的 我决定等会就穿它出去 也说到如果我住在国内 我每个月会买多少东西 花在淘宝上 这个是13C的 我也很喜欢那一家店 然后是他们家的一条 这种针织的裤子 也是咖啡色的 然后它底下这个裤腿 这里裤腿 裤腿这裤腿这有开叉 这个也是阿锡哥家的 是他们家的另外一条牛仔裤 下面这个裤腿比较宽 这个是一双鞋 来自大东女鞋 大折款 对我就是这么勤俭持家的女孩 就是一双秋天的鞋子 单鞋带跟了 但我觉得其实冬天也能穿吧 然后就上面穿那种连衣裙啊 毛线裙 或者是短裤什么的都可以 我觉得还挺文静的 拼色的毛衣 我也不知道哪边是正哪边是反 下面呢就是一个这个奶咖色的 背带裙 我觉得很文静而且很特别 我很喜欢 好那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在这一片快递里 我现在真的已经被快递包围了 这次的淘宝开箱 就是很久才能做一次的淘宝开箱 像我这种海外留学生 就要依依不舍的跟我们说再见啦 也不知道下一次淘宝开箱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件 有最喜欢哪一件 或者有被种草了 你get了同款哪一件 就在评论啊弹幕底下告诉我 然后欢迎关注我 我叫陈哈哈 四个陈 两个哈哈 那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